6月15号是位于顺义新国展的中良祥云赋项目合同签订的交付日 但祥云赋却陷入了维权的纠纷 原因是自今年2月份开始陆续就有业主在项目工地外 发现小区建筑外里面是凹凸不平 大面积的古包 远远看上去异常的明显 因为时空质量问题 在业主群里大家就称祥云赋是纸糊的 5月21号顺义区质检站去工地检查后 官方回应称外墙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属实 将责令开发上进行整改 据说中良至今仍未提出整改的方案 自去年以来 现金房项目就陆续的进入了交付期 众多项目都爆出了质量维权的事件 其中不发一些知名央企开发的项目 现金房由于严格限制了房子的售价 按照官方的计算 项目的利润率不能超过3%到5% 超薄的利润 使得开发商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 出现质量问题 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 但没有最苦 只有更苦 在今年的北京集中土派前 我跟一位央企开发商的高管聊天 他那天还颇有信心的对我说 我们这次给投资部门的权限非常大 只要利润率不低于3% 就可以拿 但最后 这家央企是两手共铺 一块地也没有拿到 无独有偶 被称为杭州地产一哥的齐金星 在滨江集团业绩说明会上 回应投资者关于滨江 在杭州集中工地中 所获几幅地块大致的利润空间时说 在滨江团队精干高效的管理下 公司融资能力强 融资成本低 品牌的影响也大 在这样的状况下努力做到1%到2%的净利润水平是可以实现的 此话一出是一片哗然 很多人大概没想到房地产的利润率甚至要比制导业还要低 这也印证了5月10号北京集中成交的土地 利润大多都应该是低于3%的 也就是说 比当初的陷阱房的利润还要微薄 更何况 29栋地块中已经有22栋地处及了地价的上限 更不能让人乐观的是 因为接下来全世界都将进入加息的周期 融资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而且去年底以来 钢材水泥玻璃等几乎所有的建筑材料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以我贫穷的想象力 这种情况下 伊哥说的精干高效管理 那只能是快周转 降成本 那么未来利润比陷阱房更低 更内卷的这批集中出让的项目 它的质量会是什么样子 那天的北京土拍后 流传一个段子 说在拍卖大厅的门口 拍到地的开发商和没拍到地的开发商是擦肩而过 彼此看了对方一眼 心里都默念了一句 不知道若干年后买了陷阱房的业主 和买了这次集中土拍项目的业主 会不会也上演同样的桥段呢 点赞并关注 房理想让我们透过理想聊聊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